兩張膚色貼紙 一旁還有一次殘留紙膠 分別寫著潦草的 臺灣林昌佐等字樣 重點邊緣還微微翹起 究竟是不是臨時加工 林昌佐這麼說 我建議大家還是回歸到 當初質詢的脈絡 施行細則的規定 不應該逾越母法 簡單的 是或否 這文糟糟的 說了老半天 要人回頭關心立法 民眾的合理質疑 全都成了自行想像 還要人資格回頭查看 但翻出照片卻發現 不管是磨掉字跡 還是重貼手寫 DIY精緻程度根本不同等級 李正浩健壯 便在臉書上直呼 笑到不丁不丁 直言水準差很大 合理懷疑根本是飯店加工 就連網友也看不下去 也與這手工護照貼紙 比詐欺犯還粗糙 質疑根本無法出境 更有人嘲笑 根本是只敢在家鬧的寶寶 有跟我一起旅行過的人就知道 這一次跟我一起去旅行的也知道 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起同行的朋友 你可以問我們這一次同行的人 我從拿到護照的第一天就貼來了 眼見危急趕緊找朋友當救兵 保證拿來就有貼 就連旅行社貼紙都被拿來滅火 很久以前有一次是貼東南旅行社的貼紙 那有被要求說 在國外的時候要求說 這個貼紙這個可不可以撕下來 高喊台獨貼紙不貼 台灣國自稱手工卻像是臨時加工 貼紙建國如今已成笑談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